法兰克福冠军赛即将于11月3日至10日拉开帷幕 这一国际级赛事的举办 不仅为全球乒乓球爱好者带来了视觉盛宴 更是国评女队在连败背景下重塑辉煌的绝佳舞台 此次赛事汇聚了全球顶尖高手 国评女队更是派出了最精锐的阵容 包括王曼玉 王毅迪 陈信彤 钱天一和何卓嘉等五位优秀选手 其中 何卓嘉作为国评女队的一员 虽然平时在队内比赛中可能不显山不露水 但一旦站上国际赛场 他总能展现出超凡的实力和强大的外战能力 在中国大满贯赛中 他以3比0横扫日本新星张本美和的壮举 让全国观众为之振奋 尤其是他以11比2直落对手 这份霸气和实力让人印象深刻 堪称张本美和的苦主 此次法兰克福之行 国评女队肩负着双重使命 一方面 他们要全力以赴冲击冠军宝座 为国争光 在日平势力日益增强的当下 压制对手捍卫国评荣耀成为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方面 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练兵机会 国评女队可以通过这次比赛 加快队伍的新老交替进程 让年轻选手在实践中成长 为未来的大赛积累经验 这五位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 将直接关系到国评女队的整体实力和未来走向 他们的每一次挥拍 每一次接球 都牵动着全国观众的心 我们期待他们在法兰克福赛场上 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为国争光 为队伍赢得荣誉 同时 我们也希望这次比赛 能够成为国评女队新老交替的催化剂 让更多年轻选手通过实践锻炼 快速成长起来 只有这样 国评女队才能在未来的大赛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